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座尖塔的正南方 這個尖塔的正南方A點 測得塔頂的陽角是14度 又在這個尖塔的正東方 某地點B 測得塔頂陽角是18度30秒 且AB兩點的距離是65公尺 以致當在線段AB上移動時 在C點 測得塔頂的陽角最大 這個時候測得陽角最大 則C點到塔底的距離 C點到塔底的距離低 這個最接近下列哪一個選項 然後他說C點14度大概是4.1 這個大概是4 這個大概是3 那我現在來看看D呢 約瑞是多少 我們假設這個塔的高度是H好了 那這樣呢 這個我叫O好了 那OB就等於多少 就是H C點18度30秒 然後呢 這個OA就是H C點14度 好 那我把這個平面圖畫下來 好 那這個時候 這個角度會最大 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直角三角形的話 這個高是固定的啊 所以你這個什麼呢 這個D就會越大 這個距離就會越小 因為這個角如果越大的話 代表它Tens越大 Tens越大 Tens越大的話 代表這個底它會越小 因為這個高是固定的啊 就這個嘛 這是H嘛 它是D嘛 那你要讓這個角度越大的話 這個是固定的嘛 這是固定的話 你要讓這個角度越大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D就要越小 D越小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角度就越大 也就是說 什麼時候呢 這個 這個角度對照 就是說這個距離最小的時候 角度對照 那也就是說 我現在 把這個三角形再把它畫一遍 把這個三角形畫一遍 把這個三角形畫一遍 這一點角是O點 好 是O嘛 這個是H Cotent 18度 30秒 這是B 這是直角 因為這南邊就是東邊嘛 這是直角 這是直角 這是A點 65 好 那現在的話 這是動點在這裡移動 好 那楊角最大的話 這距離要最小 距離時候最小 這個是90度的時候最小 好 那這個我叫D 好 這個D點多少 那這個呢 是等了H H Cotent 14度 好 那這是65 所以D的話 等於多少 這個D 是等於這個 是等於這個 這個我叫Sita Sita 就是說 這個D 這個是H H H Cotent 14度 這個 乘以Sita 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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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H Cotent 14度 是等於65 65 長度65 乘以Cosina 這個角度 這個是等於65 Cosina Cosina 5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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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它好算 我這個大約是3 所以這約等於多少 約等於4分之3 約等於4分之3 那如果是4分之3的話 那我們曉得Cosina 就約等於5分之4 所以這約等於多少 65 65 乘以5分之4 這個大概是37度 Cosina 37度的話 約了 約 約是37度 Cosina 37度約等於5分之4 33 約等於5分之8 5分之3 就這樣子 然後515 515 535 所以是5分多三 12 12乘以13 3二得6 3一得3 2一 156 那大概多少 5三十五 5一得5 5二得10 31.2 大概31.2 約是31.2 所以一選哪一個 一選3 約是31公尺 他應該要選3 1 1 2